主席各位同学大家早上 麻烦请我们两位 副署长跟次长 次长请 还有副主委 副主委 对不起副主委 周委员好 我想两位 今天针对这个部分 我想有个事情要救教一下 因为前阵才发生的WHA大会 那在国内在野党 那批评叫做丧权辱国 当然这个事情 经过执政党或是外交部 大力的去 这个抨起 我想这是一个尊严的 有意义的一个参与 而这样的模式会适用到 未来的UNFCCC 或是IKEA 这两个联合国相关的 国际性的组织 我觉得这是一场胜仗 可是我们也看到 过去不管是农委会 不管是外交部 在签订所谓的 类似这样公约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被打压的情形 我现在先问一个问题 我想救教两位 那个副主委跟审次长 这一次我们预计 在一个月之内 会递交公约统一文书 然后成为正式的会员 有没有可能 在这次的批准 会有任何的变数 我的了解是在公约预定的过程里面 对于我们顺利的加入 都有协商讨论 所以我不预期会有困难 但是我们也会跟这个 存放国就是纽西兰 也会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让我们这些所有文件递送的 这个程序都能够顺利的完成 所以你觉得不会有任何 奇怪 遭受打压 不平等的情况出现 只是可以预期的 可能在野党到时候 还是会有句话讲 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 谢谢次长 来 副主委不好意思 刚喊做您的这个开头 谢谢 副主委 我们的预估是不会有其他的变化 但是我们不希望 因为在程序中间delay的 再给人家一些机会 所以这一点我们就为什么 一直希望大院赶快的通过以后 我们就可以 我想今天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副主委 2003年 我们这个IATTC 安地瓜公约 2010年 去年 我们参加了这个第一次的这样一个会议 可是那一次 我们就被打压了 这个打压情形是 对方 在常 对方要求不得出现国歌 国会国旗文件中禁止出现 ROC 台湾 行政院外交部等任何 具有主权意涵的 这个称谓 而且呢 与会的名单当中 台湾必须练于所有国家之后 不得与其他国家同坐 那一次是农委会 代表参加 那一次被国内的学者 评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压事件 一样啊 我们是签了安地瓜公约 我们是有尊严的参与了 可是为什么到了会场变这样子 这样 我们请萨书长 因为他 萨书长 谢谢 萨书长请 是 谢谢 那个委员跟您报告一下 第一次这个参加的时候 事实上确实是由您发生 刚刚讲的情形 但是呢 就在不久的去年 对 其实他们一开始就做错了 因为从来也没有摆国旗 唱国歌的事情 所以他们根本主张就不对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就是那一天是 我们非常坚守我们自己的立场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位置做 等等 所以那一次呢 所有的这个决议 都是因为中国的杯葛 所以都没有通过 但是大家都志愿 把这个保育的措施延续一年 这样使用 那我们的了解是 这个之后 大概全世界所有的这些会员国 全部都跟中国抗议 因为他违背了这个国际的游戏 所以我们预期今年 应该是不会再发生 好 我的意思就是提醒两位 我想不管是副主委或是次长 因为签的东西还是有可能发生 如果按照署长这样讲的话 这个算是擦枪走火也好 有预谋的行动也好 但是我们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一样 我想今天这个公约签订啊 那之后呢 我们希望每一次的会议 可以顺利 圆满的来进行 这点我们要坚持任何的一个提访 谢谢周委员 只要我们一定保持高度的警觉 好 我想两位还在这个台上啊 过去我们也不断的传出来 在 在海外 在这个公海上面捕鱼也好 或是即使签了公约之后呢 还是会有一些不肖的渔船 或是渔民 涉及到所谓的这样一个 洗渔的这个鬼船 这件事情发生 我们签了公约 我们要遵守这个公约 可是署长 今天在两位 不管是代表外交部 代表农委会来讲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对我们在外交部来讲 对低线的同仁来讲 也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印象 对于Chinese Taipei也好 中华民国也好 台湾也好 我们在国际上面的这个处境 还是会有一些觉得 印象上的一个打击 形象上的一个打击 怎么去避免 呃 跟委员报告 跟委员指教是非常正确 实际上现在国际组织 大概有两种名单 一种名单叫做白名单 嗯 白名单就是每个国家 依规定合法合准的 那有给它配额 可以在公海上作业的 这叫白名单 但是如果另外一种 就违背了公 这个区域性组织规定的话 那就是变成黑名单 我们现在通常叫做IUU的 这个名单 那实际上如果有发生IUU的话 我们几乎会协助 或者逼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依法要求这个 呃 船东要依规定来 来解决 那如果他没有按照规定的话 我们会主动的把它撤销 逾越之道 然后跟这个区域性组织 要求把它白名单里面拿掉 那换句话说 所有的这条船 在这个区域性里面 就不能够作业了 那这样子一个执行呢 不仅仅是传奇国 是所有会员国的港口国 也都要来配合执行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 最近这几年已经大幅度减少 类似这样的情形 好 我们不容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想既然签了公约 就要加入这些公约的 这样彼此的保障 好不好 所以署长在副主委面前 在我们外交部同仁面前 我还希望说这一点 还是要把关的这个重则大人 好 这个两位副作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很关心渔民 遭到海盗劫持的问题 我想常常在外交委员会 我们也就要 今天刚好 胡副主委在这个现场 去年高雄的旭副一号 被索马利亚的海盗加持 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 目前的作业如何 过去呢 外交部的同仁告诉我说 有慰问船东 慰问家属 慰问船东的家人 等等等 可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到底该如何 去避免这样的事情 如何怎么样让国人 觉得说有安全感 我们的同仁可以当他们的后盾 副主委 好 我就这个部分呢 我就讲我们目前的 整体的因应来做一个报告 首先海盗的事情 因为我们也做了 全世界的做一个统计 发现它海盗是越来越向外延伸 向外延伸 那个地方又特别影响到 我们渔船的作业 但一方面我们把资讯通知 我们的渔船作业的 不要尽量 尽量不要靠近那些地方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那个地方本来是有配合 不能在那边做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跟其他的国际渔业组织 做一个沟通 是不是我们有些船 因为碰到海盗的问题 可以移到其他的海域去作业 这样的话 舒缓我们在那边的资源 的捕鱼 但是我们的船就尽量 避免到那些地方 那同时提供 所有的资讯 全世界如果什么地方发生 有海盗 那那个位置以北 我们不要到那边去 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 还有一个通联 我们就希望 我们的船只 在某些海域 应该特别的小心 注意通联 碰到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 应该要不要停船 怎么样跟 不对 我知道你现在都是一个 预防的机制 这个机制也很好 可是你会碰到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 有些船 有些船长 或有些船员 他们尽管听到了 您这样的一个机制 可是对他们来讲的话 什么事情比渔货量更重要 什么事情比家计更重要 好 如果他们有点冒险 突破了那条红线 就不信 我们又没一个整体的 不管是营救的一些机制 或一些 know how SOP的这个机制 都没有 所以呢 变得又说好 渔民永远都是回来 跟政府求救 可是在现场 没有政府人去陪同他们说 好 这个地方是红线 不能跨越 所以这种事情 我们不断的宣导 还是会有不断的 这样的意外发生 怎么样去做一个 补救的机制 怎么样去贯彻这个命令 我觉得农委会 必须要有些新的思维才对 对 您说的对 现在所有的远洋渔船 我们从VMS中间 都知道它的船位 我们萤幕一上一开起来 全 这些船在哪里 清清楚楚 所以它要靠近那个区域 我们就call它 call它 它如果不听呢 不听将来就要罚它 如果你发生事情要罚你 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过去的例子就是说 最近我们还叫一条箱回来 我们要它回来将来要罚港的 所以目前还没有任何处罚的情形发生 有有有 有了吗 可以贯彻吗 仅仅是这个海盗 就是反正有关它如果有涉及违规 那我们会提醒它 要贯彻到底 是 好不好 过去就是因为我们贯彻不够底 所以他们觉得说反正take risk 是 没有关系 哦 油货量最重要 如果他作业不守规定的话 也会被区信组织列为IU 所以我们对这方面非常好 那针对这个旭复一号 这个船长是高雄人 我们有没有任何营救的机制 还是就等着海盗放人 现在基本上是要 要 要谈赎金啦 赎金 家属谈政府代表谈 基本上是应该船公司要谈 船公司要谈 已经在谈了吗 政府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协助的机制 所以提供给他外交部也提供给我们说 有很多的这个谈判管道 用你们的专业去谈 没有问题 可是要在意的是家属的感受 在意家属的感受 这点还是要从我们这个 这个捍卫国人的权益 政府去关怀 去从这个重新出发 不要讲说 这是你们自己谈赎金的事情 政府不过问 这样的话 质问他 我们对关系也常常会去 跟那个船主 船公司了解他谈的进度 首长副座委请回 我想这个次长 最近北欧又发生了火山灰的事情 我想这部分还是要先预作音议 这一点我想最后提醒你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最近我们要增设法兰克福 这个办事处 我想在德国我们有第四个处 这个处我不反对设立 可是我们看到其他的像慕尼黑也好 像柏林也好 像汉堡也好 有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小馆 我们叫做小三馆 小馆三人 这个小三馆的话 那一个德国四个处 我希望你很完整的提出一个 整个未来这个办事处的一个规划 怎么样针对 我们又真是一个处 可是四小处的人 怎么样去做一个运作 因为我自己来看 这个欧洲的布局来讲话 我们讲了很久的地方 不是 可是德国现在马上是第四个 我们希望还是有个完整的一个说明 针对整个全球的布局来看 包括跟对岸比 对岸在美国设的处 跟欧洲设的处 事实上比中华民国还要少 那这个部分 我们的balance的情况如何 那我希望呢 你可以完整的给我一个 书面的一个说明 是我们会提供给周委员书面的说明 好不好 这点谢谢 我时间到了 谢谢市长 谢谢委员 那刚刚周委员提的